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哲學星期五 然後我可以先問一下 有人是第一次來哲舞嗎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什麼是哲學星期五 就是哲學星期五是一個 一個非營利組織 然後我們是希望 建立一個科技 討論社會議題的平台 然後就在每個星期五文上 然後去設定不同的議題 然後我們幾乎是 很多議題我們都可以來這邊談論的 然後就是希望讓各個不同領域的人 都可以過來這邊 然後跟我們一起討論這個議題 然後就是其實我這樣有點緊張 因為我是哲舞開始前十分鐘被抓上台的 對 然後我現在 我是哲舞非常菜鳥的機構 然後因為現在考完大學 所以很閒然後就來幫忙這樣 然後就是哲舞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說 就是因為我們是非營利組織 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大家的捐款 就是如果各位身上有一些小鈴錢的話 然後就是沒有那種就是需要拿去吃飯 這些的壓力的話 就可以踴躍的捐給我們 謝謝 然後就是我們的獎師都是非常自願 就是非常願意來這邊跟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是不守獎師費 然後我們會補助還有什麼交通費 對 謝謝 然後就是 呃 順便廣告一下 就是這邊是有一個出版社 然後送給我們的一本書 它叫原理人生 然後它是講一個美國的死球 然後它後來自己寫自傳的故事 然後它原價要380塊 然後則我們這邊只賣250 然後大家如果沒有經濟壓力的話 也可以考慮買家 謝謝 那你剛剛前面就是再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哲學星期五 你還沒有跟大家來就是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就是 你剛剛有提到說你是志工嘛 那你又幫我們講一下就是 你為什麼會來參與哲舞啊 然後 對今天的講題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說 之前參加哲舞的時候有什麼樣的一個收穫 我還幫我們講一下 我加入哲舞自公是我高二的時候 然後 為什麼會加入哲舞自公 其實我覺得 機緣還蠻奇特 但是因為我有一次在哲舞聽了一場 關於受害者的演講 然後我請一個律師叫做 李軒一 就是我們很喜歡他 因為我剛才都非常 然後 就那時候我聽完就 別人感激 非常的感動 就是我聽完就非常的感動 然後我就要往路上寫了一點小清德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被分享 然後就問說就是 你要不要來幫我做紀錄之類的 然後我就 然後就進了哲舞自公 但是其實我很廢 我幾乎沒有做什麼事情 真的 有 那我用後面這樣放在的節目 就是那你叫什麼名字 因為其實好 每次我們在講那個 哲舞要開始事情 進入到今天的講題之前 我們都還是會讓 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會一起 其實就也是像剛剛這樣的示範一樣 我是誰 然後為什麼來 然後是第幾次來 那對今天的講題 一定有一個原因在 或者是 可能在今天的講題 今天好像還沒有夠分享之前 大家有可能 有什麼樣的初步的想法 那你剛剛還有露一個環狀的環狀 就是你叫什麼名字 這可以說一下 然後接下來 我們時間會告訴大家 就是會教給大家 每個人大概會有 十秒鐘的時間 來做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 可以嗎 那要不要再講一下 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嘉義 那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羅里山 然後我現在是高三生 然後不久之後就要去大學點 就這樣年輕嘛 對不對 我聽到高三生 聽起來就頭有種暈的感覺 那我是嘉義 然後我也是哲舞的志工 我想請教一下 在座有沒有哪一些朋友 今天來 然後你高三生還更年輕的人嗎 我們會不會先從那個 Yuki的開始 那個自我介紹的應分 為什麼來 然後對今天的講題 有什麼樣的想法 可以嗎 剛剛很好看到 我同學穿制服嘛 對不對 所以我眼睛就默默的 先往那邊 鎖定了一下過去 對於年輕人 總是特別感謝你 要不要從 我們自我介紹 我們會就從 這邊的部分開始 好來 麥克風 那還好 好好好 對很好 從有跟他們有關係 所以是一個老主會的概念 就是因為認識他 然後就是聽到覺得很不錯 然後就一起過來 好 叫什麼名字 我叫賴雲 然後就是也是當考人大學 其實也是被拖來的 所以一樣年輕就對了 高三 好 其實就是 就跟子姐一起來 然後就是 以前就是有時候會來青年 就只是一個 一個習慣這樣子 一個習慣 那這個習慣 你覺得有什麼樣的收穫 因為一個習慣要維持 總是應該就是 有一些人來不錯的地方 很多像 今天你們兩個的方式一樣 有些去找 其他的同學可以一起過 旁邊姐姐是 是你揪他 還是他揪你 我揪他 你揪他來的 OK 那要不要姐姐也自我介紹一下 姐姐是不是對今天的 講者 還是今天的獎題 還是晚上特別有空 所以就過來 好 我先走 我叫賴德宇 然後我是中式大學的學生 然後之前 很久以前 第一次來我已經 一直接著做什麼 然後就慢慢有自己的習慣 那剛好 反正只要禮拜五 每一次就會來 然後剛好他考完一次 然後就可以 找他來一起去 這已經放寶了 然後也是 呃 知道學校在哪邊 啊 會在台中嗎 不會 但沒關係 你去哪裡 搞不好那個縣市也會有責務 你就可以懂你 你接下來要去哪裡 雲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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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對不對 有 可以搜尋 關鍵人物 叫做簡端領導師 可以直接把他公告出來 好 雲科大那邊也有 OK好謝謝 那就是 那你今天對這個講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或是 今天大家有些盤算 欸 蠻神奇的欸 對不對 講說非貿易抗爭高中公民應該都有上過嘛 公民不服從 而且是不流血的方式 但是要進一步到非武裝國防 那國防運算不是就會比較高嗎 沒有一次就是要購買武器嗎 但你怎麼會想到這邊嗎 有沒有看到聽愛講題的時候有 有什麼樣觸目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也是先讓大家 可能 不是除了聽而已 也是可以去轉轉 然後腦袋又去轉轉說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在裡頭 真的嗎 我看到我從裡面沒有直接想 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然後剛好 都後然後就 姐妹就一起來了 好 差不多OK好謝謝你 那我覺得這種機會也可以找找 好那我們就下一位 這邊再陪你的名字 你們也是一起來的嗎 這好像在旁邊 這好像在旁邊 我是中間大學財經的學生 那我今天是第一次來這邊 然後我叫吳陽軒 嘿 然後 可以講這個嗎 可以啊可以啊 好這個 這個題目 我就是 非武裝國防我覺得是一個 很理想的一個狀態 因為真的要是一個 大同的狀態才會達成 所以我也蠻好奇今天是 怎麼講這個一題 對 所以你說很理想的狀況 就是你覺得其實 某種程度覺得還不錯 啊但是 比較疑問的也是放在 怎麼樣去做嗎 對 因為他這個 對 好 那我們那個可以請 請這裡面我們會談談這個區塊 好 那你們兩個都是中心的 所以本來認識嘛 認識 所以中心要扣你的問題 剛好說這個 剛好說這個 那等一下那個 我們背後的QA完之後 其實一次之間也可以交流一下 好沒有我還好我兩次就交流一下 大家好 我叫胡利 然後 台中人目前在服役 謝謝 謝謝 啊你在服役的過程當中就是 對於這種 國防有什麼樣特別的感覺嗎 我就是國防力 國防力 然後 你覺得 陸襲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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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就是 陷襲的狀況其實是可以做一些調整的 好 你可以做 等一下給我們做第一個現場嗎 沒有什麼樣的內容 陸襲也跟我們來做分享 好 來 那我請進去這邊 你好 好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玩BC1 是上班族 然後 之前住台北 所以我在台北折舞 去參加過幾次 因為現在放到台中來工作 我其實是對江澤非常的盡量 然後江澤的經歷 和很多很珍貴的具體實踐 一直是我的印象 從江老師身上學習的 現在是不專業刁民 希望能夠往專業刁民的方向 可以畫成多了 謝謝 所以你是偶爾剛好今天來到台灣 還是接下來會常常來台中 我剛講台中 我住台中 人家歡迎每週都來 那我們政府志工也非常歡迎 就是那種專業刁民可以 你知道一起進來 大家好 我是吳靜姐 我想今天就很期待 老師能夠幫我們講一些 就全球國際 關於就是好像從去年到去年 有特別多這種例子 那不會聚焦在亞洲和洞南亞 就是我們周遭的靈活 因為我發現我們好像 特別缺乏國際視野 謝謝 除了台灣自己本身的 未來的發展之外 來透過靈活的一些狀況 大家好 我是中心大學的學生 那今天對這個題目就是 非武裝國防 感覺是比較陌生的字 所以就是想來了解一下 謝謝 那你這個中心可以牽成一圈了 認識人好 那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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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自於苗栗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來 我姓陳 我叫伊林 我好像有點面熟 漂亮的小組 都 那我對這個題目呢 非暴力抗爭 因為我自己 曾經期也看到過 國家暴力在我眼前發生 所以我對於 被暴力抗爭 我非常的樂同 那非武裝國防 因為之前有接觸過 韓國的江廷春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也知道說 他們發生的狀況 希望可以去軍事化 那幫幫我們中間 中間的民族 像沖繩 像夏威夷 是要去遠一點了 那其實我們台灣 一直處在一個 戰爭的狀態 那我自己想問 一個問題 當我們要非武裝國防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先 把台灣變成一個回家 那也許才有機會 非武裝國防 那這個問題 這是我心裡面的一個 一個想像 謝謝老師 很棒喔 其實好像在談 非武裝國防之前 好像有些重點的前提 可以先來去談 請 大家好 我是阿光 我是哲武的志工 然後我對 非暴力抗爭 跟非武裝國防 這個議題 非常感到興趣 尤其是非武裝國防 這個部分是相對比較陌生 所以今天可以過來 對了 我今天是來捧那個主持人 那個 我都改天的賽 他就說我會養人 那個 就 就 我是台東嘉義大學 歡迎 請問要講台語嗎 哪裡 我沒有 不好意思 因為我之前哲武常常 會有一句朋友 我剛剛太激動 他就是那個 台灣 教友台學的朋友 常常大家都要講台語 所以 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阿龍 你就繼續介紹 對 今天是 今天是做訪問的 然後看到這個議題 好像滿新鮮的 就做了這樣 所以是你在好伴之前 有另外一個活動這樣子 也去接下來了 對 跟他 所以旁邊的朋友 都會有人會一起講 就對了 在訪問的 一起訪問的 那你叫什麼名字 在為台東嘉義大學的同學 是什麼系 知心系 應用心理 喔 比較不一樣的一個領域 歡迎你來 歡迎你常常來 第一次來個禁 的旁邊而已 對吧 OK 謝謝 那你有什麼要講的嗎 對於今天的講題 完全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那沒關係 今天還是能有 還是算到 對不對 因為我們今天請到真的是 非常熟人 這個議題中文老師 來跟我們做分享 好 那請 旁邊設上一個同學 大家好 我是 台東嘉義大學 哦 真的喔 對 然後因為 其實也算算 不算第一次來 可是算正式來做的項目 然後就是 也是對這個 對鮑利抗爭的 非常多 就是 算蠻嚮往的 對然後 其實 這是一個 蠻遠大的目標 我覺得中間要很多 很多 很多事情需要 去改變 譬如說你覺得最重要 你的腦中 第一個途線要改變的 東西是什麼 就 保守 保守派的 保守派 你的保守派 你的保守派就是 剛好就是上面那個字 把飛拉掉 你知道嗎 就是 怎麼講 其實從318來講的話 從318學院來講 就是 他們在手段上面 是 是 是有蠻多能夠討論的地方 但是 他們會用到這樣的手段 那是不是因為政府 所做的 給他們那些 回應 或是把 人民的聲音 當成耳邊的聲音 才會演變成這樣的結果 那 那可能 在台灣很多人都是結果論 他們的結果論 就是看到說 就是學生 衝去搗亂啊 然後 站了好幾天 然後在那邊發臭 然後 然後 違法院 原法審查 第四百大 然後就 有各式各樣解讀 或者各式各樣抹黑 然後 媒體制度的不安全 然後 就說上的是 暴力奮符 暴力 其實他們做的都是非暴力套爭 在我的觀念來看 對 所以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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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議題蠻壯士 也希望讓 就是 呃 來這邊聽人 都能夠 把這些東西帶回去 嗯 好 現在要先去釐清吧 對不對 到 後面這個我們比較陌生的 非武裝國防之前 到底什麼是暴力 什麼樣的行為 算是暴力的定義上 好像大家在認知上 光是在台灣就有蠻大的一個差別 好 我們稍微把速度加快一下 這樣 因為我們想要這樣 既然大家提到這麼多禮物 我們應該多留一些時間 給我們今天的講師 來請 大家好 我是宏甲大學學生 我今天來這邊是因為要做訪問稅團過來 所以你們是一起的嗎 中校大跟宏甲 也不是 當然 OK 一切都是緣分 然後其實我今天對一個就是題目不太了解 然後我們想說現在應該是最了解的 OK 好 你那前面的朋友 妳也是來訪問的嗎 對 然後 其實會來折舞 我們會 這組會來折舞是我訂的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讀音樂 然後會藉由讀音樂的就是朋友 然後會接觸到 就是一起接觸社會議題 所以對很多社會議題都蠻有興趣的 所以 對啊 就也包括學運那一個 所以妳是宏甲大學人 妳是宏甲還是中校大 所以接下來這邊都是宏甲 好 對 我也是宏甲大學人 我叫陳柯婷 然後 所以今天的議題也沒什麼想法 所以想說 剛好來訪問 就這邊坐下來聽一下 OK 我覺得那個叫哲學興趣 已經蠻重的一個點 就是大家懂 今天可能就是要多轉一下 OK 好 我也是跟他們一起來 那我叫顏思亭 那我現在 今天主要是想體會一下 那摺物到底是怎麼樣摺 清醒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中 就是妳要到結束的時候 妳可能跟我們分享一下妳的感想是什麼 請 那剛好我是郭宇甲 我是中山市的學生 然後今天來 因為我是河台學生粉絲 哇 所以從今天的強者 到今天主持人 那些粉絲都已經有出現了 然後是感謝我們的攝影大哥 這麼進去的這樣子 對 那時候要趕放音吧 可是我剛剛明顯給我臉 卡到旁邊去 欸我放音是不是還蠻多摺口之光 要不要先來講一下今天 那邊 那邊 欸這邊是不是還有朋友 我家成光 然後我是四星大學的學生 喔 台北下來的 對 然後 我不知道怎麼好講 就是對這個 就是有人說 這個議題還沒有興趣 我幫他來聽 喔真的喔 對 可以這樣子 然後回去再跟他做交流 是不是 對對對 這裡面做代理工作 大家好 我也是所有的事工 那 我之前 就是對Fiori他們 就是 不知道怎麼比較了解 但是對廢武 廢武裝模仿 就覺得好像沒什麼聽過這樣 所以今天來了解一下這樣 謝謝 大家好我是宇晨 然後也是哲武之公 那跟各位一樣對廢武裝國防比較陌生 因為我們印象中國防不就是要武裝嗎 就是要很多經歷的那個什麼飛機啊 土飛彈之類的 對 不知道 可能印象中就是這樣子 所以 來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是信榮 我也是哲武之公 那我跟 在座的幾位一樣 就是 對 那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對 因為中間的那個國民文 就突然覺得 欸好像這時間被蠻多 哲武之公包容 等等 還沒有介紹 來繼續 各位好我是哲武之公 我是淑慧 然後其實我對今天的講句 可以從非暴力抗爭到非武裝國防 其實我是很有興趣 去了解這個 這個題目 謝謝 大家好我也是哲武之公 然後我今天做個錄影 我最近還有一位朋友 剛剛那個進來 沒有自我介紹過 欸大家好 我叫林華 然後 我 欸 我今天也是 就我今天比較有空 然後我知道那個 每個禮拜五都有那個 職務的活動 然後 然後看到這個主題 就想說 喔 一開始看到有點 愣的一下 後來就想想 其實非暴力抗爭 跟 被褲裝國防 好像有點 好像是同一件事 那 所以就有興趣來聽聽 大家好 我是那個楊宗銘 那 我是哲學兼學 以前的志工 那 其實我們今天談這個 非暴力抗爭到 非武裝國防 因為 其實我跟 健典認識很久 那 其實健典一直在這方面 其實他是很有經驗的人 那 尤其是 比如說包含在台灣 好像前陣子去年 包含在 健典去香港 跟他們分享說 這個非暴力抗爭的訓練 所以我們看到說 比如說 大概去年 台灣的 有發生這個 318的佔領運動 包含到 香港後來 9月 也發生了這個 佔領的運動 其實我覺得 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很多人其實對於 非暴力 就是說 比如說佔領運動 其實 有人也會覺得說 這個到底是屬於 暴力還是非暴力的 Bug 那我覺得其實 這個也可以 待會兒也許有機會 可以討論一下 那 剛剛很多人提到說 飛武裝國防的部分 很多人提出疑慮 說 那飛武裝國防 是不是這樣 我們就整個放棄了 我們的 這個 飛彈 我們F-16不要飛了 IDF也飛不起來 這樣 不要有飛彈嗎 可能有這種疑慮 那其實可能也不見得 就是好像說 飛武裝國防 就全面的 都放棄了 也許他中間 當然可以更細緻的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去達到 這樣一個過程 那待會兒 大家有什麼 什麼樣的問題 我覺得都應該要可以 毫不猶豫的就提出來 因為 我們今天的講者 真的是非常的 有經驗的 然後大家 待會兒一定要多提一些問題 到這邊難度可以遇到這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是有兩位朋友 這邊好 那我們現在提這邊 這邊自我介紹一下 謝謝 我也是 那一位朋友的資格 我也是 那一位朋友的資格 其實我也是 那一位朋友的 跟那一位朋友的 我都經歷過 我當初的時候 我是 當初我們 很多以前 我那一位朋友的 跟那一位朋友的 其實 在那一位 就是一開始 我當時來 我到那裡 很痛苦 我會說 好 為什麼要這樣 隨便他們這樣 這樣用 後來 後來 我有像一些 當然 剛才在那裡 我之前 我就知道 但是 在做的過程 其實 要轉 我一開始 我剛才沒說 我一開始 他先要這樣 我們明明就 明明就 在香港那裡 就好了 我發現 這樣 那邊再邊 那裡 那些效果 不一定夠好 我還有你 還是說 有很期待 那時候 就是 他們 李明先生 也有說很多 我真的有 在天月 那時候 這種方式 也不一定好 在我們做法 我怎麼說 就是 當年 我們那邊 等於 三、三、三一、四 一件事 其實我跟他看不懂 我就知道他在我的看團 覺得會出手 阿哥就出手 我總是在年輕人 我就可能 有的人 我真的年輕人 我太不可能這樣 但是在我看他講的原因就是 我看到他有很多時間 有很多 然後就看他那個調動 很喜歡以前的情形 所以我沒有那種 有那種感覺 但是我今天也是要來 我真心來聽 我現在是他的一種鄉民的看法 我是這樣 當然我在他過程 我也會去聽聽聽 謝謝 聽聽說 還有兩位阿伯來自我介紹 聽過大家前面那個 大家講一下好像 也是沒有 六季教官的感動教師 還是跟台灣自己本身的經驗有關 那剛剛還是有提到香港 後面這邊是比較亞洲地區的 韓國的經驗 OK 那我們現在就是再再一次 進行自我介紹 可以講一下嗎 大家好 我是余山 然後我是第二次來 海中的那個 哲學信息 然後就是 今天這個那個 主題 剛剛我在那個 雜誌上面讀到 然後我也想了解多一點 就是 就是 教育被包一條跟他的 他的 他能夠有許多的實態和模式 那他的每個實態就是 到底可以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或是有時候他可能是 很苦老的 但是 對 但是他還是會 有一些效果 但是我比較有效果 或大或小 就是他累積起來 可能需要死神的 那我就是想 多來比較建議 講謝謝 大家好 我是婉妮 我是來草陽念書 因為我是香港的人 我在香港就已經有參過這個活動 然後就覺得很神奇 因為今天就跟人家一起過來 對 因為香港是 是有這樣的活動 但是不是每個星期都有 所以聽到就覺得 好想跟人家來一起談 有 整個體悟人是剛才來的才知道 有 所以大概 就我對香港的 哪個 他們都會比較爽視 所以大家坐到香港 怎麼會急 就可以躲下來跟我躺著 然後 嗯 不好意思 我聽不懂 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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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拍寫 我聽不懂 我拍寫 拍寫 好 不好意思 我拍寫 好 不好意思 我去紹城 加速附近 然後 每個地方都會過來 好 你是不是都自我介紹了 OK 那我們就接下來 把時間交給今天的主持人 乃薛涵 今天的講座 我們請各位掌聲歡迎一下 謝謝